外面看看上海人,过去处理,这不是怎么回事啊 哪里一般现在能做,一般你家的两个小时,几十的 工资也是一万左右,对我了解啊 我了解脚子也有限的,现在你看你三十几个月 别是一万,到时候,再来这一万左右 不像你们想象上海人,钱用不完的嘛 几百万,没有这个事情 你说对吧,你们家安慰什么肯定上海人去 我儿子这个岁数了,大学本科,外企,工资,这样就八千五 不是到时候八千五,他开出来工资八千 到了年底还加几个月份,很多月份 我这个不能拿磨碟,真是高过来 到时候大概六千多块 我老头现在退休了,乱去把他搞搞,我也六七万 我碰到一个团队,原来是上海内经医院 他退休的主任,看专家门口 他一次碰到我,我心碰到什么 我现在退休了多少钱 我六千多块钱 你老婆一退休了,怎么会没有呢 他现在呢,我们专家基本都要工作 最近高点地域 他说,他怎么说啊 他说你这个钱,现在是一个人的基本收 他的账位呢 我估计他,我不能问他 我估计他说最起码一万块 这个主任专家 他说一万多块钱,一万两,一万三 看我这六七分的,是钱少了呀 你整的唯一是基本的生活 你这四千块,三千块的人说 哎,你钱用不掉的,你这么多钱 怎么用啊 他三十块钱,看了这个一点 他从算,看了这么高 这个不同,是吧 一万两块钱 一万两看到我六七,六十多块钱 我只拿两分之一 对他们这个无疑是一个人的基本收 嗯